有没有像我一样喜欢吃面似的? 大家好,我是阿胖 一到冬天,我就喜欢用大白菜,鸡蛋,做一道好吃的面食 做出来热乎乎的,吃完之后从头到脚都是暖和和的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300克高筋面粉 加入3克食用盐搅拌均匀 再往里面加入170毫升凉水和面 今天和面用凉水,做出的口感会更加好吃 像这样搅拌成絮状后,再揉成一个稍微硬一点的光滑面团 揉好后用一个袋子包住防止风干 放一边先静置10分钟 10分钟后再把它揉一揉 这次给它彻底揉光滑 如果有时间,中途可以再多揉一次 如果用来做早餐,和面这一步,可以在睡觉前完成 等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直接用了 揉好后再用袋子包起来放一边 这个时候我们准备一颗白菜 今天我用的是小一点的白菜 大家也可以用白菜心或者是娃娃菜 这样口感会更好吃 白菜对半切开后,我们像这样给它竖着切条 白菜想好吃要竖着切,不要横着切 横着切出来不好吃哦 再准备一大把黑木耳提前泡发 之后把它切成细条 切好装入盘中 接着再准备三个鸡蛋打入碗里 加一点白醋去除鸡蛋的鲜味 再加入食用盐给鸡蛋打个底味 之后搅均匀 这个时候取出大案板,撒上干面粉 面团取出来,先揉一揉 揉过后,再多撒一些干面粉防粘 面团的上下两面都要多撒上一些干面粉 取出长一些的擀面杖 先把它擀开 擀到像这般大时 我们再从一头把它卷起来 缠绕在擀面杖上 然后像这样擀面 擀得稍微大时换个方向 如果中途粘了可以撒上干面粉防粘 像这样反复多重复几次 面团就会擀得越来越大 最后擀到像这般大时 再撒上一层干面粉防粘 面粉涂抹均匀后 把它缠绕在擀面杖上 然后用刀像这样把它划一下 想吃长一些的就不用划了 再切成自己喜欢吃的条 喜欢宽一些的切宽一点 喜欢吃窄的切窄一点 再多撒一些干面粉 然后抖散开 抖均匀一些 使每一条都沾上一层面粉 接着取出炒锅 倒入食用油 油用大火烧热后 倒入鸡蛋液 用大火炸出来的鸡蛋花 会比较香 也会比较蓬松 鲜软 鸡蛋块炸好后 倒入葱花 炒出香味 香味出来后 倒入切好的白菜 再把白菜随便翻炒几下 一直开的是大火 之后加入开水 加入开水炝锅 会更好吃哦 再根据自己的羊味大小 加入食用盐 生抽调味 接着放入切好的木耳 煮开后就可以下入面条了 像这样做上一锅 暖和和的 特别适合寒冷的冬天 超级舒服 这样做出来的白菜鸡蛋 炝锅手擀面 真的是好好吃 吃之前加点小末香油 搅拌均匀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用白菜做出来的面食 真的是超级好吃 舒舒服服的 即使不加肉 不用海鲜 这样做出来一道全素的 也是超级好吃 喜欢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在寒冷的冬天 真的是超级适合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詞曲 李宗盛